光頭阿伯把公車司機夢壓在駕駛座上 隔壁車民眾嚇傻錄影 只見司機真的好害怕 與阿伯對峙都快被壓到地上 但阿伯卻沒有放過他 下廟揮拳如雨下 在公車上夢K司機 太過分了 哎呦 怎麼可以這樣打人啊 光華客運215公車 看到一半乘客竟突然跑到駕駛座出手 狂歐司機還不罷休 阿伯繼續揮拳爆打 甚至直接抓住司機一領持續攻擊 可憐的司機根本無處可逃 只能不停挨揍 最後直接被阿伯飛撲牙齒 司機大哥 我們就是很擔心 你傷勢還好嗎 都還有瘀青 現在要縮起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被乘客釋報的公車司機到派出所提告 製作逼路標親慢事驚恐 18號中午公車行進北市南京西路時 一名女性乘客要下車 卻突然遭到陌生阿伯怒丟包特瓶 司機得知立刻要向公司回報狀況 想不到這位包特瓶阿伯 僅一秒勵志斷線暴走匡歐司機 臉部挫傷流血 司機已經到派出所提出傷害告訴 本分局將依照傷害罪現行犯逮捕 開始 為什麼要不要人家水 心情不好嗎 攻擊乘客不夠 害怕司機當成沙包打 失控阿伯 廟被罰辦 別想再把公車當練舞場 記者忠誠良 黃天耀 黃昱蘭 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